Hello 大家好 又是YMAROFILIPEYOUTUBE的頻道 我逢星期三和星期日都會出片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我的專頁 我出片的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有關荒尿的 我們有三個發布 第一是精油 第二是純爐 第三是植物油 我先說說純爐 純爐是和精油一起水取出來的 當我們蒸爐這些荒開植物的時候 走出來就有兩樣產品 第一浮在上面的就是精油 浮在下面的就是純爐 純爐本身是春水性 它有微量的精油 它是天然的 沒有縫闊劑 還有它有微量的精油 通常我會用純爐來護膚 這支玫瑰純爐 我有很多純爐 每次用一支之後 我會轉第二支純爐來護膚 可以用來濕膚 或者用來做爽膚水的用 它可以補充我們的水分 那些地方純爐做得到精油是做不到的 第一就是純爐是一個非常補碎的效果 而精油就做不到 第二純爐是非常安全的產品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就算用到你幾低的 精油的劑量仍然會有機會出現問題 但是如果你用純爐來保養 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而且任何人都食用 包括老人家 嬰幼兒和孕婦 使用純爐都非常安全 第三個功能 就是純爐可以用在精油沒有辦法用到的地方 例如我們的眼睛 如果有些沙石進入眼睛 或者我們感到很乾潔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稀色的純爐 或者直接把純爐倒在化妝棉 然後濕敷傷眼 就可以將一些疲勞 或者輕微發炎的狀況改善 就不需要敵眼藥水 同時女性的私密處 有些發炎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稀色的純爐倒在水中 然後坐浴 或者直接去完廁所之後 用純爐噴殺我們的私密處 都可以保養我們 和改善我們發炎的情況 因為這些地方是比較容易刺激 可以使用純爐來處理它 第二個法寶是植物油 很多人會有個誤解 就是如果我們選擇精油之後 用泡什麼植物油都無所謂 其實這個是錯的 如果你要做到好的效果 精油加植物油的選擇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都會很重視選擇植物油 幫療界使用植物油 都是一些難壓碎除的植物油 它當中含有很豐富的飽和脂肪酸 和不飽和脂肪酸之外 它們都會幫助我們抗發炎 降低減固性 和保護我們心血管 另外它有微量的脂肪半除脈 例如維生素E 礦物質 胡蘿蔔素等等 可以起到對抗自由基的作用 幫助我們預防各種慢性的疾病 有時候我們做個案的時候 如果對方的皮膚特別敏感的話 我們甚至不會用精油去調配 只是用植物油去調配 等它的皮膚狀態穩定了之後 我們才會加進微量的精油去使用 而我們會將植物油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針對皮膚使用的 比如我們要護膚 抗碎腦 抗臭 抗臭 幫助傷口癒合 淡化疤痕 我們會用植物油 例如葡萄籽油 樂里油 玫瑰籽油 好好巴油 私人醬籽油等等 而第二類就是對於我們身體部分 例如我們想舒緩肌肉酸痛 保養子宮 促進新陳代謝 幫助自己有一個更好的睡眠狀態 我們就會用到 例如甜恒人油 椰子油 瑜伽草油 生甘車 浸泡日等等的油 第三類是適合於後腹的植物油 我們可以用它來幫助我們促進長度的消化 或者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保養子宮等等的方向 最好口服的植物油 都可以選擇 例如芝麻油 南瓜子油 瑜伽草油 和沙擊果油等等的 所以 芳療界的三部 其實三樣都同樣重要 我們芳療師會針對個案的情況 而選擇使用 同時間使用三種 兩種或者一種的發布 好 我今天介紹這麼多 多謝各位